來 是我 丁羅 今天來介紹五把好用的曲劍 第一把是熔岩刀 綜合面板很高 加頂級顏值 打落火類敵人很強勢 戰技可以壓制人性BOSS 暗夜只能壓女巫神 至於在DLC的所有BOSS 好像只能打手強 缺點就是刷取難度很高 接著是賽斯爾長刀 很久之前被提高的攻擊速度 後來就出現各式各樣賽斯爾無傷女巫神的影片 不過我覺得還是瀑布 感覺沒有到非常猛 第三把是艾斯蒂寶翼 戰技是魔法版的獅子火 一發有13點消刃 可想而知大蠻會很恐怖 打龍翁這種大奇異星敵人 真的是隨便弄出處決 重攻擊的消刃也不輸 大概有38到43的消刃 第二名是連行刀 優點是成型快加暴力戰技 缺點也是戰技 因為輸出時間太他媽久了 還有一個致命缺點 就是出血之之在 非常感人 為了還會放第二名 主要是這87的戰技 輸出時間雖然很久 但傷害隨便砍都1萬左右 第一名就不用多說吧 從2022強到現在的三賊萬刀 而且他都沒有被砍 一直都穩在T0寶座 如果你運氣夠賽 開局基本上就能拿一隊了 他很穩然後輸出又高 完全沒有斷敗 今天影片到這了 先說頻道不確定還會做多久 因為我覺得自己 非常不適合做YouTube 健保跟我說過 中庸的人做YT絕對失敗 仔細想一下自己好像 就是中庸的人 請訂閱 請訂閱